战场了 基斯拉这边看了阿康罗霍比特 还有科隆大教堂 双方半途也是挺有针对性的 挺有针对性的半途 手足 今天这手足出在了他尽快的双方选手 看来已经做足了准备 一张足是新农游乐园 驾驶了战药双声 好 同步是大费主啊 这边阿神起步会稍微快一点 前面这一点优势的话 其实是可以忽略附计的 这张地图 哎呦阿神这路线不好 CW磕了下没有上去过山车 那这一把 我只能说开局期结束了呀兄弟 生啊 生不起来了呀阿神这一波 因为 新农游乐园的所有的距离 都可以过山车 好一点点的失误来继续后追 ECU追过来 这路线还是比较不错的 第二个过山车其实有ECU的加持 选手们的失误率还是挺低的 稳定性也是比较高 WPW阿神那边也是各种问题 想后追的话 这个距离是没有机会的 只有看阿康第一 第一个过山车 哦 这里落地脱飘了 接甩尾是W 上去之后阿康起步的路线 没有人家问题 阿神第二圈也是比较不错 通过点票转转路线 也是这里突破了 这边一个慢冲突 双叉 点票压个车 哦 这边因为后追速度太快了 压成没有压住 那这里后面延续 应该是延续不上了呀 哦 还好延续上了 哦 这里因为速度慢了 还去操练一下 最后阿神是1分15秒2 篮下的女赛 没办法 他因为 那这个速度确实 呃 没有任何机会啊 安逸接下来没得打了啊 哦 阿康篮下啊 阿康篮下啊 阿康篮下 阿神是出现速度的 阿神其实就是有一个失误 严重了 好 第二张力图 选择了反向亚特兰蒂斯 啊 从温九说的没错 三张力图 每一张正反亚和北中 很冷吧 因为温九这边是没有暖系的 啊 什么 不南不北 啊 又南又北 它很冷 但又没有暖系 所以一般我们看得比较厚 诺基卡系 WCW直接走 然后有被动暖系 只需要小卡一点点 诶 这边系没有满 阿康这里多了一波卡系 很难受 哎呦 甩尾球 甩尾出来 完了 这里打 WCW一个弹音 甩尾没什么 那速度影响很多 而且路线也不是很好 那这个距离 其实对于反向亚特兰蒂斯来说 呃 也不是不能接受 只是说 机会不大 如果是其他力图的话 完全没有机会了 但是反向这道力图 失误点还是很多的 你们我来看前面的三连弹射 三连弹射 哇 三连弹射 阿森没有给机会 但是阿康是自己失误了 继续卡系 再接弹 诶 阿森在前面 应该也出现了失误 因为阿康失误了 距离并没有被拉远 对 这老组的失误率很高 很难稳 继续又是 WCW坎夜小伟 直接拉出最高速度 这里的路线 哇 阿康的路线完美 是在那个墙边过去了 阿森就被特殇快速失误了 那前面是可以进行对抗的一波路线 看能让一下前面起个弯道 阿康继续做极限 想后追阿森 谈射路线给他极限 看一下劲道 要撞了 劲道卡住阿森 又是一个甩到嘴杜 阿森阿森在那边缺气 继续卡进三点谈射这个点 阿森没有挂住机会 最后一个谈射直接上枪 恭喜阿森 一分三十五秒九三 拿下这一波极限后追 加上阿森自己给机会 也是成功后追上来了 好 麦克风进了是吧 好 看见 除了温室的位置 也跟不一样是温室的 我从几个温室上去 来秀人的方式 对于温室上去 对于温室上去 温室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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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表现中规中矩吧 是不是赛前练了十一层想找一下手感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 刚刚找到十一层就来十一层了 昨天其实晚上还跑了一下十一层 虽然成绩不是很好 这里是阿森的水上出现有点小小的失误 但是是卡到了阿汤 暂时是阿森领跑 弹射过来 路线都还可以 清明版小卡个气 又是一个慢中触主播 主播昨天跑了个49 但是还可以再快一点点 应该 应该可以48吧 昨天 昨天是谁说要看主播放十一层 然后我就跑了一下 给他做个教绩 然后跑了个49 我听他弹射 阿康这边弹射路线非常完美 阿森这弹射没有出来 这个慢中触手 这边有问题 一波卡位 累卡 想把阿森直接把阿森卡掉 阿康的进攻 十分明显 这里阿森出完稍微有点快点一下 他这头的路线 这边又是一个甩段 连续的甩蛋 连续的甩蛋 现在名次发生的变化 阿森这个距离 是暂时没有机会对抗的 看前面蛇心弯道吧 近道的话其实也有机会 如果说前面的性格做得比较不错的话 这边继续放ECEU 哎 阿康的ECEU是出飘了好像 那没了呀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肯定没得追了 这个距离肯定没得追了 这ECEU应该是被卡的 阿森的ECEU应该撞到了阿康 阿康的ECEU然后都飘了 所以会瞬间被拉开这么远的距离 这波对抗阿森还是很牛的 我有阿森1分49-15 第二拳的一个后追 阿森也是凭借自己的细节 加ECEU的卡位 把调落回来 好 早播可以看一下 刚刚那个距离是 怎么回事 是不是阿康多飘了 这是第一拳的ECEU 都没有什么东西 再看一下第二拳的ECEU 这波卡位很精彩 就硬卡找路线 GDR升 好 看一下这ECEU 而且看他的角度 确实是 彩一彭一 咱们不能说看谁不爽 就是正在他 那我们相信选手不会失误 对吧 我看好这位选手 我觉得他不会失误 我正在他 好 咱们看一下这版0号实验场 全部是安耀武神 安耀武神这辆 这辆车跑0号实验场 非常快 两连卡器 阿康这个卡器速度非常快 这个路线能飞上去吗 完了 我就感觉这个路线很难飞上去 这个图我预感有大失误 我第一个失误已经出现了 直接跳踩没上去 这个距离 这些只有同款失误了 他那个太靠边了 他那个路线应该是像机甲的路线 其实这样挺好的 好 那个路线去 那个路线其实不是很难 他就我感觉他是上不去的 那个机甲的话 或者说车速再快一点是可以上去的 A车还是挺难的 太靠边了 然后快出 CWW也没有跌上 少了个小坑 那里机甲是可以上去的 没有问题 再看一下这里的 GR圈 你看很明显就滑足了很多 哎啊啊 身这边落地快出了 而且没有小喷 但是不慌啊 哎呦 这里又被磕了一下 哎不能再失误了呀 这个溶错率虽然有 但是不高了 阿神稳住哦 这么大的优势 这把如果稳不住的话 就太亏了呀 继续慢动作 让他断蛋 打不溜 打不溜 CW 这边到空飘 阿神也没有任何问题 小青青踩上 最后一个进道 快速出弯 1分31秒26 他都是 尤其是反安来一把 反安来一把 阿康也是前期 之前很多失误 落后的很卷 但是阿神给了机会 阿神的失误 是连返 接连失误 所以让阿康反逃了 看这个地方的路线 确实 这样的机甲的话 应该就可以飞上去 太靠边了 所以没有上去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就错了 那阿神这边可谓是 越战越勇 越战越勇 感觉要选什么图 阿康这边海冰之眼 我觉得阿康不错了 天空之神 没事 咱们才对的一个字都有天 天空雪木 跟天空之神都有天 猜对一个字也算赢了 好吧 中不多虫 我猜对一个字 也不错 对对对 好 看一下这把起步 天空之城 说真的 这张图其实在Solo里面 很少取啊 很少取 就包括2V里面也很少取 有但是少 双杀弹射 哇阿神这个弹射 刷得太重了 看前面这里要放ECU吗 都放ECU 正常都是在这放ECU的 因为他们下场的哈迪斯 和我们平时排位 像其他车跑法都不一样的 第一个EGO是在这里放走 哎 盘射点阿神反超特升延续 阿康这里没有延续上 那这里的速度会慢了很多 高低过来 前场盘射阿神是上墙了 距离顺度被拉进 哦呦 还有这里的ETU 阿神一捕了一下 顺带卡了一下阿康 但是这个距离 阿康一个ETU 应该是可以瞬间持平的啊 阿神那里调整还挺快的 哎这里又是现在的速度 阿康顺着拉进距离 这个距离就用鱼反超了 双叉弹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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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双叉弹射 哎 双叉弹射 哎 双叉弹射 他不是 阿圣 阿圣不是放ECU 然后才对的了吧 这是第一个ETU 对吧 已经放过了 我们看一下啊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啊 马上到了 就在前面 这个这个进到过去之后 这里 阿圣 哦 这两个ETU都用了呀 哎 确实啊 那后面为什么又有ETU了 那我是看错了吗 哦 阿康放的 阿康 一路向前 四天 四天超铁 一路向前 就看前面斗空飘了 开几个斗空飘 这一个非常 非常容易失误的点 好 没什么好处的 双侧 然后利用被动 满蛋器 空吨落地接 甩尾 哎 哎 双方的选手 跑法 些许有些不同 哦 这里路线 好险 还好 弹的角度不是很大 不然阿圣 不然阿圣这个车 转不过来的话 就裂开了 小空飘 阿圣目前非常不错 比阿康要完美一点 阿康太过于飘子肥了 压车压少了 这边又是进阶 顺侧 小飘了 没有顺侧 小飘延续 阿康又弹起来了 这里又慢了一点点 一路过来之后 再借弹射甩尾 对阿康手上是多了一管弹器的 看这个地方 WCW 弹一甩尾 直接反超 阿圣 阿圣这里延续不上了 完了呀这里 后面呢延续上吧 后面好像感觉也延续不上了呀 阿圣 哦延续上了 那还行 但是这个距离也无法轰推了 最后两个弹射点 阿康弹射都飘了 不是吧 康哦 最后想卡 哦 他预测阿康可能会甩尾 他直接用紧接卡 内领的弹射延续 是非常极限的弹射 就是你中间 或者你有一点的偷飘啊 或者是卡曼速度类的 不然你后面挺不上了 然后他是被顶得有点脱了 没有快速 没有一个快一点的速度弹 就这个弹射它是不用弹出来的 所以它弹射有很多时候 浪费在飘移的那个过程当中 所以后面就没有办法延续了 哇 阿康那个弹射没出 真的 让我又给他捏了一把汗 快速过来 这边的弹射转尾 还有这边延续上了 然后阿康这个弹射没出 还好最后路线找了回来 这边想卡位 我在想了一道 但是阿康不给机会 最后一个快速 这两个人打了六场三比三 阿康这边办的速度栏和工地的 然后星天鹅宝 星天鹅宝 星天鹅宝这条地图 最后终点前那个弯道弹射点 其实也很那个啥的 包括 ECU过去赛走一节路 那个两连弹射 也很考验宣手的那个弹射 双侧 双杀弹 结果气没满 阿森这里很难受 多卡一把 多卡了一下气 但是阿康这个弹射是没出吗 WCW这条断弹了 哇 他要频繁卡器 对 下进道后的两个弹射延续 WCW在压车 这个WCW这边是两连弹射 哎 小飘双喷吗 还是弹射脱飘了 我看见像弹射脱飘了 那个地方 对 像小飘双喷 小飘双喷 没有弹射 哎呀 这里路线好差呀 他是在下面快速出弹的 而且在第二个快出点 还蹭了一下 鱼板 那没了呀 这个距离 只有等阿神ECU15了 哎 你没有发现 这个车怎么中间喷出来了 兄弟们 你看 哎 哇 这里又卡了一下 又远远不上了 又得同音断弹 又得风光卡器 哇 这一波接连失误 阿康 ECU機 是吧 本来我以为阿 我本来想到阿神如果在这个地方失误的话 阿康是有机会的 但是他自己的得失误 好 所以不算已经快看不见了 好 中间出分了 客人过来 我阿神这个路线非常完美 这里路线也非常nice 但是快出的话 稍微快了一点点 也是1分29 成功通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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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出完一波结果失败了 哈哈哈 这个比赛能用勋章车吗 好像没有勋章车吧 而且我觉得全场没影 就算有勋章车 也应该不会用吧 没有勋章车 有也不会用 因为钻石车肯定是比寻枪车强的 你懂吗 啊 钻石车肯定是比寻枪车强的 这里路线不好 啊 因为他当时快速出完是落地拖了一点点 他要住到我下来 住到我下来干嘛 他要来 他要 他要来尝尝我的温奶嘛 哈哈 第一张 第一张图用的不是 这是宁王哈提斯吗 宁王哈提斯 是钻石车呀 我以为我唱不上去 我以为现在 就算个下半球 哪天 我可能说没有什么实力 可以来成天天看我做个下半球 挺不错的 选了一首 云游天虎 真的我很担心 阿康的云游天虎 这个EGU 不是我说 刚刚都已经失误了 快速出完延续 点标CW 准备小哥放杀 我有这个平致拉着阿康 我 swing 吼华 致备 可以收 ALL 上墙了 快速出完延续 这里进 www 插刀 这个距离对于 明昂天虎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可互丢的距离了 因为这张地图确实难度气度不高 而且是冰魄自动最高 这边淡气延续 哎呦这里淡气延续还没有延续上 阿森这里更伤了 那就看ECU点 阿康会不会给机会 没有给机会 ECU直接顺利逼过去 落地阿森也是比较完美 那没机会了呀 我不敢买 真的因为跳台那个地方 阿森还是个新技 我们还就要跳了 看阿森能不能稳住吧 稳住就有了好吧 好了稳住了没有问题 阿森也没了问题 我阿森 阿森这个进到其实过得很保守了 对最后的特殊点就是 刚刚突然跳台那个地方 这边挺直过来 1分30秒03 对吧还是 挺觉得他们两个人 说真的 实力是旗鼓正当的 没有必要就是在前期 这个时候去打战术 而且 都对自己有自信了 这么说 是吧 火兵破38.5 我几下可以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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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35 练口不知道 实战最快好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边阿森再次率先冲线 比分来到4比4战比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今天晚上加班 今天晚上打到两个俱乐部 其实技术都是齐骨相当的 得加班 但是我的刷足技 那你还得加油 38不算快 得加油 实力风港 开始上大招了 天妹 瘋 用到了 特尼赛格 亚洲车神的专属皮肤 瘋 大招 这里 怎么有一种移行幻影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觉得 移行幻影的感觉 仿佛在修炼武林中 四川也有的乾坤大魔理 凌波微波 那这个距离 阿康可以 咱不说闭着眼睛跑吧 他闭一只眼睛跑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闭一只眼睛跑 也更多了 快速出完 压个车 哇 这个压车压得有点多了呀 突然 压车压多了 你那个问题 最后一个车车出完就会过不去 阿康可以抓地了 阿康可以不用放弹器了 阿康可以抓地了 感觉差不多 这个距离 有这么样的可能 321 诶 这个速度是速度 325有点快了 阿康后面的话 也是没有出现什么失误了 前面那个失误锤 这个速度有点大了 525最后 这里保守了阿康 真保守啊 他这里经常还有点飘 6 5 4 3 2 而且他最后一个劲道也失误了 又走得远路 好 我看一下这边回放 都走了是左边 卡住了ECU 这个飞的确实是 让人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花式飞车 阿森的花式飞车 阿森的花式飞车 这里前面是压车压得太多了才是 好 这个是 我这边的 有点购 没问题 阿森 这个是 有点购 他这边的 有点购 我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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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的 我这边的 我这边的 起步情况是阿森外侧但是没有抢到内灶 哎脱飘了啊 连续过来这边放ECU 这个ECU可以不放7点后监也行 哇错啊 车车车反了 那没了呀 开局落后这么多 这连续也连续不上了 只能接甩尾 那速度又会慢一点 吃一波后堆补偿 有没有机会 连续快出再放ECU了 这个时候ECU已经没有了 阿森放弹器 弹起来接快速出关CW 海尾接快出 阿森这一波做得非常nice 但是阿森也没有出现失误 这个距离想推真的很难了 手上也没有ECU 阿森会不会给机会 阿森的每一个弯道细节 可以说都是拉满了 这个快速贴边惯性过弯 操作是拉满了 哦这里快速投票 连续谈射 10.40也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 11的话也有 都离10 没办法他开始投票后面这个地方测身测反了 测身测反了之后你这里 飞得也连续 飞得进了之后后面也连续也连续不上了 它是一个连环15 美洲的道理组 不过这个地方阿森做得也很好 阿森够的也很好 就是这些连续的一个快出 这是美洲最容易失误的一个点 甩尾接快出 然后撞墙点喷快出 撞墙点喷 这里的地方一旦出现失误 在你都乱了之后 1分之18 就是吧 谁敢拿新黄跑 我只是说这个赌温用新黄跑也很慢 啊新黄肯定一般不会拿来跑 你看 好上了阎光王城多的送轰 新甩再接甩尾WCW 特声延续 刚好被动满了 非常nice 延续过来 接连续甩尾 阿森这边甩尾脱飘撞墙了 第二股甩尾还是没有问题 延续过去 因为没有战器只能延续了 放了战器 再接甩尾WCW 利用自己一个小喷 加上后面两个新鲜的小喷 现在WCW 红红用了想想塞点 路线太极限了掉了下去 这里没办法了 对 阿森今天弹射手感也不是很好 阿森其实我感觉 今天两位选手的弹射手感都不好 那里掉下去其实对于 这张地图来说算是一个 常规的失误点 因为它如果想硬拐下去的话 在技甲这么高速的过程当中 它只有是走一个最右边的路线 极限一点 然后这边弹射也没有说 几了呀 6比5的 接下来要先拿到赛点了 那这边阿森还踩了一手刹车 球稳了啊 球稳了 打26 阿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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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吧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了 这两把跑的都不得跑跑 这组主播有26吗 这组主播有26吗 我记不清楚了耶 好像有吧 我记得我实战跑过26的 我跑过26的 跑过跑过 主播好像是主阶进度跑的 主阶进度有战 有超级加速 对吧 那我们再减一点27吧 27肯定走过很简单的 那只能选神都 不会拿水光线吧 应该不拿水光线 还是打黄山 炎君上了 黄山炎君 去女王 高射几步 主播只是下饭几步 既是肯定跟他们 国务大佬没法比 方克阿森这把起步 又是快一点点 但是阿康节奏没有问题 300这个时速 双插蓝色小卡器 这个距离对于 矿山来说可以接受 连续的快速转 非常考验选手的 那个手势情况 考验特身的路线 没有问题 CW速度慢了 雅伯又觉得剩W 好 他们继续的特伤 快速转弹 盘射点 看一下两位选手 都没有问题 阿森手感也非常火热 稍微进阶 看这个距离 阿康还不是很稳 这里说没有出噴 阿森 那没办法了 这里应该是稳了 后面没有15点了 没有蓝点了 一个暴力过来 前面先刹弹射 接个刹车 阿康 没有问题 阿康接刹车了 手稳了 兄弟们 出来点标 OK 59秒63 挖坑了你 好的 目前比分6比6 兄弟们 咱怎么说的 是不是他们打满了 我就说今天有预感要加班 真加班了 第一场打满 多谢谢 都让我们看了 谁呢 还确实 昨天是谁说的 比赛太快了 我们都没有看度呢 来 今天给你看吧 麻烦了少语今天试试了 天空只剩A车090度 主播水平 娱乐主播水平 不能算技巧 娱乐主播水平 或者是跟我一样 半技术主播 因为是手术 快速出弯 包括侧身点这个延期 亚特兰蒂斯 上了原机之星了 最后一张图 好吧 宿命的对决 将在此拉下帷幕 亚特兰蒂斯 到底谁胜谁负 狭路相逢勇者胜 剪锋所指 所向披靡 好吧 所向披靡 下起步就忘 一侧 两侧 三侧身 阿康稍微测得晚一点 阿森嘴到阿康的屁股 瞬间被减速 在接连弹射点都没有问题 阿森最后一个甩尾 角度不是很好 侧身单喷过来 接淡气延续 这一个慢动突 角度不好又撞墙了 连续的快速突弯 这个侧身点拉的有点多了 这个弯架出的有点慢了 阿森这个挺正 拉的又多了 接连的路线不好 让他与阿康 拉开了不小的一段距离 好 阿康这里 说兄弟我等你 我们一起 手牵的手牵的肩 车马奔腾 然后我们 再拨了不少呢 然后我们黄金球班 说上下下下下下下 这两兄弟真的 有没有发现 每当阿森离阿康比较远了 阿康就会等他一下 每当阿康落后的时候 阿森就会等他一下 你看你看看 哎呀快追上去了 阿森自己脱飘了呀 就是一波快速出彎 第二圈又是来到熟悉的距离 哎 这里又渴了一下 阿森其实现在每一个弯道都想做得很直线 但是距离把控的话还是有点差了 哎 看完又开始发功了兄弟们 真不好说这个距离 最后一个继续点看一下跌变双 哎呀 看完 真己 соп 阿森可以看出来他在落后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essel 有点荒的 他每个弯道都想做得很紧 Declaration 然后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路线不好 路线不好之后他就会有一个连续事务 因为是一个连续路段 他直线距离很短 没有办法给你去调整路线 真的他两个真熊 就是扑三代给机会 每当阿森要追上去的时候 他就给自己来个失误 然后阿康和阿森追不上来了 他也会奖励一下自己 好 这里都会撞了一下 然后我没有办法再弹射了 瞬间距离不打开 好 最后比分也是7比6 打满了13局 阿康在亚特兰蒂斯 最后使出了绝招 战胜了JC2